全海唯一在京儀大學開辦的原住民族文化碩士班 塞德克族學位學程 目前也以規劃完成108學年度的課程內容 而為了要解決失資問題 3月31號在塞德克族民族議會的討論下 通過由部落所推薦的其老師資名單 不過礙於現行教育失資的規定 失資的職稱是否為教授、副教授、其助理教授 還需要持續努力來溝通 從民族議會的觀點來看 這些老師是大概已經找不到一個替代的人選 可能是唯一的人選 我們非常期待這些老人家 因為他們的豐富的知識的經驗 特別是塞德克文化當作核心的話 我們希望他能夠正式被聘為技術級的兼任教授 副教授、助理教授 一般大學聘任教授的條件是以學歷及其他學術證明文件等來看 對其老來說是難以突破的門檻 但是開設塞德克族文化碩班就是在跟時間賽跑 因為百年的族群文化智慧刻不容緩 那現在我們把它課程化了 我們希望我們祖先的這些優質的文化能夠繼續的傳承下去 這是我們在文化碩班裡面大家的一個共識 它是百年的歷史了 沒有像我們這種熱誠的人來學習的話 他可能就已經慢慢的會失傳了 我還是很願意教一些喜歡學習技術記憶的 就教他們一些支部的激發 很期待這個在老師的這個部分就是給我們原住民真正一個職位的一個職層 而不是把它只是當作一個部落只會打累的人 部落只會支部的人這樣子 塞德克族民族議會召集人建議 技術級兼任教師應該要將薪資與層級的規範脫鉤 而且學校應該考量部落所推舉唯一首選的失資 並特別令令相關酬勞的規定來解決目前的困境 遠視新聞英文大島南投埔里原愛採訪報導